1957年11月 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 故作神秘地邀请毛主席观看了三部电影 并表示这是苏联最高的军事机密 毛主席看完后 内心也是大受震撼 并且回国后立即召开秘密会议 并下达了一项重要决定 正是这项决定 直接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那么毛主席观看的这三部影片是什么 回国后召开的紧急会议又是关于什么 1957年11月2日 一架图104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福努科沃机场 赫鲁晓夫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毛主席与我党的几位领导一同走下飞机 对着周围接机的队伍不停挥手 直至来到赫鲁晓夫面前 二人握手的一刻 成为彼时轰动全世界的重要时刻 这一次主席的访苏 是为了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以及进行一次重要会谈 然而在会议的第二天 赫鲁晓夫却匆匆找到毛主席 说邀请我国代表观看几部电影 对于这样的盛情邀约 主席自然不会拒绝 并且访苏的大多事宜都已经处理完毕 看看电影就当消遣了 可任谁也想不到 这几部电影竟然令我国代表极为震撼 刚开始播放的两部 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只是一些苏联人民生活的纪录片 其中无非是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 然而当第三部影片开始播放后 毛主席立马严肃起来 只因这部电影的内容 赫然正是苏联研究核武器的纪录片 此时我国代表一个个正经危坐 没人明白为何赫鲁晓夫会突然将如此机密的影像 给我过公开 当影片开始后 只见一个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 强大的破坏力 让周遭所有动植物全部化为灰烬 随之而来的 便是苏联研制原子弹的大概流程 当影片结束后 我国代表纷纷沉浸在原子弹的威力当中 毛主席最先反应过来 但并没有率先表达态度 要知道 彼时美苏两国的冷战 将不少国家都牵扯进去 而在美国的帮助下 西方也有几个国家 纷纷研发出了原子弹 当然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此时赫鲁晓夫表明态度 自然不会免费将技术送给我们 可就在众人思索时 毛主席却立马起身离开 赫鲁晓夫更是猜不透主席的想法 直到一行人回国后 毛主席的一个决定 却让我党高层全体震动 1957年11月 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 故作神秘地邀请毛主席 观看了三部电影 并表示这是苏联最高的军事机密 毛主席看完后 内心已是大受震撼 并且回国后 立即召开秘密会议 并下达了一项重要决定 正是这项决定 直接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11月21日 在为期19天的访苏之旅结束后 毛主席与我国代表 一同回到北京 然而刚刚下飞机的第一时间 主席便通知全体高层开会 当所有人到场后 主席宣布的第一件事 就是中国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自此中国开启了研发核武之路 可彼时的我国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技术或者想法 更是缺乏相应的工业基础和经验 困难重重的情况下 研发很难展开 不过好在当初中苏签订了一个协定 其中的内容便是苏方主要向中方提供两样东西 第一是原子弹的教学模型 第二是核武器研究的全套技术图纸 有了这两样东西 想要制造一颗原子弹 绝对不是问题 随即毛主席便派遣聂荣针 前往苏联与其会谈 这一次的交谈十分爽快 相对于斯大林时期对核武的吝啬 赫鲁晓夫则显得极为大方 最终双方代表团签署了相应协议 直到1958年下半年 中国已经在包头、兰州、九泉等地 相继建立原子能基地 全国集中力量发展核事业 仅仅是核工业建设量 就比前一年增加了七倍之多 然而好景不长 尽管彼时的中苏关系良好 但却是内政外交所需 一些核武器的核心技术 苏联依旧不愿意直接交付 不过我国对此表示理解 毕竟苏联对我国的援助 大大推动了核武研究的发展 可任谁也想不到 炮击金门事件 却让两国再次有了隔阂 当初赫鲁晓夫刚刚调解完中东的局势 禁止核事案的主张 也得到了美英等国的支持 但我国没有提前告知苏联 就对国民党甚至美国展开炮击的行为 让他面子上挂不住 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 也让赫鲁晓夫大发雷霆 立马决定撤销对我国的援助 并且在离开时发话 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国根本不可能研发成功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正是因为苏联的这句话 让我国成功在国际上有了一席之地 1957年11月 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 故作神秘地邀请毛主席 观看了三部电影 并表示这是苏联最高的军事机密 主席看完后内心已是大受震撼 并且回国后立即召开秘密会议 并下达了一项重要决定 正是这项决定直接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自1958年 苏联撤走了援助我国研发核武器的团队和设备后 我国的核事业再次陷入停滞期 但对此 毛主席并没有感到意外 反而认为凭借我们自己的能力 依旧可以研发成功 当这个消息传出后 我国无数海内外专业人士 纷纷来到中央报道 希望自己能够为祖国出一份力 在邓稼先的带领下 我国科研人员从头学起 日以继夜地对外国文献进行研究 彼时我国的环境异常艰苦 更是赶上了天灾 全国缺一少粮的情况下 工作人员只能饿着肚子搞科研 就连计算设备 都只是手摇计算器 甚至算盘 随即聂荣真元帅呼吁 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1962年9月 邓稼先成功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研究出来 为我国核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随后的时间里 在我国许多科研人员的埋头苦干下 最终成功将原子弹研究成功 1964年10月16日 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在新疆罗布泊完成试报 顺时间 蘑菇云升上天空 全国人民欢呼雀跃 当这一消息传到国际上后 不仅西方国家震撼不已 日本首相更是如坐针战 生怕我国会针对他们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毛主席在此刻率先发表声明 中国不会主动使用核武器 并且全面支持在战争中 禁用核武器的做法 而此时的赫鲁晓夫更是无比紧张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当初自己随口的一句话 竟然真的让中国能够克服重重困难 将彼时全世界最强的核武器研发成功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超级大国 就算不依靠核武器 依旧有着极高的国际地位 这都脱不开毛主席的高瞻远瞩 以及我国科研人员的辛苦付出 让我们致敬先辈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